今年的生活仪式感就必须靠自己 可爱超好看 就很好的选择 很值得推荐 客家好媳妇认证 哈喽大家 我是千千 欢迎回来Amarie Chen的频道 大家最近过了好吗 其实才刚迎接完2024 再过两周 我们的农历春年就要到了 那其实我自己小有兴奋 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以往这个时候 我们会跟爸爸妈妈一起打扫厨 然后去买春联 买年糕 或者是做一些就是很有年味的活动 但因为我自己已经搬出来住了 所以有一些新年的生活仪式感 就必须靠自己来建立 前阵子在TeeMu买了一些新年的居家装饰品 想说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顺便装饰家里建立一些年味 那如果你有兴趣看我这个TeeMu开箱的话 就影片要记得看下去哦 我们第一个商品呢 就是我身后这个Happy New Year 是蛮可爱的啊 而且它这个颜色还算鲜艳 它送来的时候是一包一包的包装 然后会送你这个红色的线 那它上面这个打洞也打得非常的清晰 所以你就是很好的传动 而且我这一次特别选的就是 没有生肖 也没有2024的涂样 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是可以一直重复使用 毫不浪费钱 完全就是一个客家好媳妇认证 我觉得明今年的12月31 我一样可以拿出来 然后挂到明年的春节结束 这个包装里面除了Happy New Year以外 也有这个很有年味的图案象征 那第二样商品呢 是这个红色的印刷木头片 我会买这个红色印刷木头片呢 是我当初在买其他商品的时候 在文艺滑滑滑被推播的 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店家 他们都把这些红色的木头片绑在室内的盆栏上 我觉得超可爱超好看 就是还蛮喜气的感觉 所以我就买了 这个木头片装饰它总共是8款 每一款有3个 不过它里面就是还是会有一些有简直的 大家可以自行斟酌 不过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蛮可爱的 它还会附送这个棉线 让你可以绑在上面 麻省 但是唯一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 它这个印刷的颜色没有非常的鲜艳 就是对于想要大红大紫过年的我 就来说没有这么被满足 但是如果你想要微微低调过年的话 我觉得这个印刷片是很好的选择 那第三个商品呢 是这一款叫做柿子 适事如意 我这个适事如意呢 其实就是这个柿子 我其实有两个商家 然后其中一个商家 它的那个柿子就是造型很不错 然后也比较鲜红 我把它跟饮料放在一起 然后这一个呢 我本来想把它丢掉 因为我收到的时候 它就是有点干干巴巴的 然后颜色也没有那么鲜红 后来我一去看我的购买清单 我发现我柿子居然是一样 所以它没有那么红 好像比较合理一点 那我要说就是 不管是这一株柿子 或是另外一株柿子 就是我收到的时候 它们的包装状况并没有很好 把它拆开之后 必须重新整理 然后看这些干巴巴的 你就是要自己稍微捏过一下 状态才会比较好 好 那这是我最后一组冬青花束 这个红红的果子 好像就叫做冬青 那它送来的时候呢 是这样一整组的 就是它一枝冬青上面 会有染金的叶子 还有这个像贝壳的花 但我觉得如果是五枝 全部插在同一个花瓶里面 太丰富太杂乱了 所以呢我就 搅手 我就把它们剪下来 像这一根 它的那个叶子 跟贝壳花就被我拿下了 好 所以被我拿下的东西呢 或者是东西呢 就被我拿在装饰 在其他的装饰上面 那这是我的冬青花束 我觉得这一组花很漂亮 很值得推荐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像是我这一次呢 提姆开箱 总共其实算是五样商品 其中有两样是比较雷同的东西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很好奇 这五样商品总金额到底是多少 总共是30块 然后我会把我的购物名系列在这里 或者是这里 品质大概在 10分满分 我觉得大概是 5.5分到5.5分中间 其实讲真的 品质就是在中间 不过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节庆性的 装饰摆设 所以我对品质没有这么强求 而且我当初在找每一样商品的时候 我都把商品压代大概5块以下 所以如果真的品质差到不行 或者是跟预期差很多的话 我也没有打算退货了 所以我这次才可以就是 成本比较低的买到这些装饰品 那等待的时间大概是10天左右 因为我是1月8号订 1月18号收到 如果你现在看到这支影片 还想要布置家里的话 就可以手刀去下单 那我会把我的推荐的商品 就是我买所有商品放在资讯栏 大家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那就先这样子咯 不知道大家如何迎接你们新的龙年 可以在留言处跟我分享 那先这样 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来吧 很熟悉 就应该由来 啥